10月17号到22号全民运动会将在花莲展开 多个比赛场地目前在紧锣密鼓整修当中 而花莲礼玉台是龙舟比赛场地 由于这个场地和民间业者快艇使用的水域来重叠 游艇业者希望筹办赛事的相关单位 能够和业者协调水域的使用范围 让这五天的赛事能够顺利进行 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在花莲举行 将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来到花莲 在各单项运动的比赛场地进行赛事 龙舟项目将是在花莲鲤鱼潭举行 当地游艇业者希望在比赛之前 能够将水域重叠部分 与业者沟通协调 避免游客误入水道 那会不会希望就是说 他能够带动你们游客来到这边游玩 其实每次政府有办的活动 对鲤鱼潭都是正面的 我们都乐观其成 只是安全上面 对 安全上 是我们业者要自己注意的 当然龙舟项目当然 他一定有安全能源把关 那我们自己业者当然就是 自己尽量能够避开有一个区域 我们不要过去 那这样子可能对他们的进行 也会比较顺利 这一次的活动将吸引相当多的选手 来到鲤鱼潭参与赛事 商圈协会也希望选手 能够为当地的商圈带来消费人潮 那如果说他们来的话 当然安全上是很大的考量 因为这边有船艇在营业 那比赛的时候又有一些船艇 他会做一个比赛的时候 他範围一定要划分出来 因为这次的範围已经500米 那现在300米加上200米到500米 那时候比以前的这个长度都还要长 所以他在水域的使用上会增加 那使用上增加的话 那个区域我是希望说 承办单位他一定要把它划定出来以后 让我们船艇业者有一个 那个范围来做规范 让船艇不要靠近 在这个在行径间 当那边正在比赛的时候 快艇也不要开得太快 不能让这个浪去影响到他的赛事 直近1.5公里的鲤鱼潭水域 在龙州赛事的举办将划定500公尺的水域 平常就有许多游艇业者行驶的水域 势必会与比赛场地重叠 业者与商圈协会希望前置的沟通协调 能够避免游客在观赛的时候 才不会误入比赛的水域 记者林杰收风箱 采访报道